老说他都说腻了 就简单说几句啊 现在这个海河艺术家 真如我之所言 距离踩风机 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我的观感啊 现在郭德纲就等这个海河艺术家 犯致命性错误 行事自诉把他送进去 现在郭德纲就在等这个 而那边香 继续派出恶狗 继续咬这个海河艺术家 继续激怒他 让他继续犯错 我说的恶狗指的是正好 这不就是这个海河艺术家的口吻吗 他说小黑胖子放狗咬他 你别看人家正好骂这海河艺术家 人家有分寸 至少不会涉及刑事责任 但是海河艺术家不是 他是意不意去 越来越疯狂 而且甚至昨前天啊 还在直播间又换名了 不叫小黑胖子 直接叫郭爬辉 爬辉啥意思 大家都明白吧 出自《红楼梦》的第七回 交大骂假真 假真何许人员 《红楼梦》不是宁荣两府吗 两座府邸 宁国府和荣国府 荣国府就是贾母 贾宝玉 林黛玉 贾脸 王熙凤 贾正 贾舍 鸳鸯 西人 秦文这一群人吗 而宁国府的主要人物包括 贾静 贾真 贾荣 尤氏 秦可卿 贾西春等等 贾真是宁国府的一把手 等于是宁国府的掌柜的 而且贾真还是整个贾家的组长 《红楼梦》原文 第七回 交大喝醉了 打完他干个活呢 结果老教头不干了 大声乱骂 最后连着宁国府的一把手 贾真都被他骂了 原文啊 越发连贾真都说出来 乱嚷乱叫说 我要往祠堂里去哭大爷去 哪里成王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 每日家偷狗戏击 爬坏的爬坏 杨小叔的杨小叔的 我什么不知道啊 咱们胳膊舌头往袖子里藏 再说说这个批语啊 贾旭本的梅批说 不如一事长八九 可于人言无二三 以二句批事段 聊为实兄 而蒙古本的特批是 放逼痛骂一回 富贵之家 美离此货 其实爬坏广泛传播就是从这来的 估计还有人看不懂啥叫爬坏 那咱们就联系上下卷 焦大骂着贾真 包括宁国府啊 说你们 每日家偷狗戏击 爬坏的爬坏 杨小叔的杨小叔的 我什么不知道啊 爬坏你不懂 但是杨小叔的 你懂吗 何为杨小叔的 小叔的对应的是嫂子 对吧 就是指嫂子对小叔的好 当然了 我的这个好 指的是那种好 男女之好 勤进之好 不对啊 是勤进之好 更准确 所以说啊 海河艺术家在直播间 叫老郭那个郭爬辉 我认为这事挺严重的 真的 而且海河艺术家的直播间 无数人在劝这个海河艺术家 这得着人处 且而人吧 但是他越说越来劲 当然了 最后爬给他掐断了 就把他那直播给他关了 啊 疯了还是怎么的 因为我没有直播过 我不太懂啊 就可能是他这个是违反了平台的这个规定了 所以说你看了吗 他现在是什么样 他是不到黄河 心不死 不见棺材 不落泪 不戴手铐 那么心不干啊 OK就到这 我是菲律曼英老李丹 下期再见 拜拜 好了 老李 frenisk ез账 抓的 这 终于 出账 ㄲ